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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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来找我的吗 陈县长 你有没有点自知知名啊 我们冲谁来的 您心里没数啊 这帮丫头 这帮丫头 肤浅 孔兄啊 今天真是多谢你了 我们在江湖上唱戏的 人人都说我们是下九流 有钱的要伺候 当官的要侍奉 如果今天真的不是你的话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应付陈县长了 也没什么 陈天官也不敢拿我怎么样 如果 你要不是瞧不起的话 我们做个朋友怎么样 瞧得起啊 当然瞧得起了 那我以后就叫你雪兄了 好不好 好 好人太难了 我不太习惯跟男人这么亲密啊 好 刚刚那几位是你的家俊吗 真不好意思啊 他们也都是开玩笑的 没事抖个机灵是吧 要不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说得对 天也不早了 赶紧回去睡觉吧 我也回家了 回去 雪兄告辞 来 老板 来 干嘛呢 这么说 你已经见过孔雪链 我还以为有多么大不了 不会就是个普通的男人吗 别大意 之前驴子和王道医都吃了亏 不以类聚 我想她孔雪链 也没什么不一样的 也没什么不一样的 头儿 你最近是不是老熠 白头发又多了 白头发又多了 来 头儿 我回来了 好 给 拿到药 我立刻就回来了 辛苦你了 回家歇着吧 走 去看看你大舅哥 睡 这外国的药 能比我的草药还好吃吗 这东西靠谱吗 你可别害了我大舅哥 反正比你这大嫂靠谱 这什么呀 在这儿瞎喂 这是问起你们负责吗 紫诚都病成这样了 你还出去干吗 不在家待着 都病成这个样子了 我在家待着有什么用 我给他看寿材去了 这不得背着吗 人还没死就准备后患 不是了 我还出去看戏呢 要不是看你是女的 我早就揍你了 我的事情不用你们管 他现在成这个样子了 你们也别折腾他了 走吧 走吧 多走吧 夫妻之间 起码的情意要有 你不说四处奔走 给他看病 也不至于有人看的时候 你就往外赶吧 人在做 天在看 你良心不会痛吗 知道这要多少钱一碗吗 说到就给我倒了 倒水去 混账 你那嫂子真是有点过分 自称老实芭蕉的 人家扇她左脸 右脸马上递过去 正要去请二位呢 干什么呀 我呀 刚刚排了一出好戏 邀请二位今天晚上闪个光 我就算了吧 这种一压压的东西我不适合 别呀 雪兄 你可一定要给我面子 我还要报答你昨天晚上 对我出手相救呢 特意为你留的 总要给个面子 这男人怎么奇奇怪怪的 我不喜欢 平妹妹喜欢啊 对我还要 多说必会 应该怎么办 你猜票 猜票 我们今天要项票 劍啊 一六 ay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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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自己 何说 问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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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问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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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好 太好了 你没事吧 戏台上演的都是真的吗 戏是戏 人生是人生 能一样吗 一样 她的簪子 跟我送给子晴的一样 她临走之前还惦记着我 我知道你心情不好 去我家喝 喝两杯 好不好 算了 怎么办 这戏台上唱的 真的和册子里写的一样吗 怎么会唱这出戏呢 我去问蓝玉川 你在搞什么鬼 谁让你唱这出戏的 说 雪兄 你怎么了 少跟我装蒜 你来乡城什么目的 袁春风是你什么人 你在说什么 我根本听不懂 这是我来乡城的路上 收到了一个剧本 我看这心情特意排了来眼的 谁给你的 就是一个乡村教书的先生 你觉得我会信吗 我若说谎 天打雷劈 雪兄 我把你的好朋友 自然是实话实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让你发这么大脾气 你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呢 你刚刚演的那出戏 和我朋友妻子的遭遇一模一样 他看着难过 我看着生气 和方兄有关 那这出戏我不能再唱了 不至于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我看方兄倒是配得上 做你雪兄的朋友 别说是一出戏 为了朋友再难十倍的事情 我也能做到 这上面到底写了什么呀 这里面写 瑶紫金被人拯救 脱离了苦海 但是没有办法 从那段经历中超脱出来 但是后来呢 修炼了仙术 脱胎换骨 与过去诀别了 诀别 诀别是什么意思啊 死了吗 我怕的就是这个 人要是活着 哪怕没有消息 但也有一丝希望 这人要是死了 方冬该怎么办 那这小册子 千万不能让方冬看见 可是瞒着他 看他那个样子 我又于心不忍 不忍也得忍 这也是为他好 我可真太难了 那你歇着吧 我先走了 天已经晚了 外面那么危险 不如你就留下吧 你记住了 从今往后我们只是朋友 这样的话 说都不要再说了 这么晚了你怎么在这儿 那你来干吗 那你来干吗 你不是说一刀两断了吗 现在大半夜还去太家找他 我是为了方冬的事情来的 你根本就舍不得对不对 不要在这儿假惺惺的糊弄 有一天孔大哥让你渴死 你就高兴了 我再说一遍 我再说一遍 我是说过一刀两断 但方冬是我们共同的朋友 还有 我和谁来往是我的事情 用不着和你报备 孔雪莉 喜欢大气的女人 像你这样的 他连看都不会多看一眼 孔大哥会喜欢我的 只要你不出现 好 我给你机会 你去试试吧 你说话随说 先回去找你爷爷吧 别让他担心 方补爷 方补爷 我本来想亲自登门道歉的 那天我听雪兄跟我说 那出戏跟您妻子的遭遇 一模一样 方补爷看了 触景生情 心里难过 我也感到十分抱歉 不过 一出戏就是一个人的一生 怎么能够那么巧呢 所有精力都对得上 乖乖乖 他怎么知道所有精力都对得上 他好像还知道挺多 我以为你们兄弟情深 什么都会分享呢 我去找他 来 方东 我就先走了 你忙完衙门的事情就过来 好 好 我忙完过去 不要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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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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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娘们 下回可别碰到我们俩了啊 不错啊 你不还挺好的 挺白的 你为什么要瞒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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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册子真假还不知道呢 你看 还不知道呢 还不知道呢 你知道的 哪怕是有一点子尖的消息在里面 哪怕是有一点子尖的消息在里面 对我都无比重要 对我都无比重要 我对你无话不说 我对你无话不说 一直把你当好朋友好兄弟 我 我绝对不是想瞒着你 这不是 没找到合适的机会跟你说吗 合适的机会 你不用再解释了 真的 我对你太失望了 这我需要 柠檬水泡澡呢 可以美白 按摩肩颈可以解发 我的手艺特别好 改天给你试试 男女尖寿不亲 还是算了吧 哎 那有什么 好多人找我 我还不乐意呢 也不知道怎么了 就是和你特别投缘 是吗 我也觉得你人不错 雪兄啊 蓝老板 别忘了咱们约定的事情 放心吧 天塌下来我都不会忘的 慢走啊 你们这是在搞什么呀 雪兄 有件事我得向你道歉 今天早上 我去向方埔爷道歉 好像说错话了 你是不是别有用心啊 那天听你说的那些话 我觉得我伤害了方埔爷 虽然是无心之失吧 但是我这一晚上辗转反侧 实在是难以入眠 这一大早我就去找方埔爷解释 可谁知道他竟然毫不知情 是吗 我的地盘别想搞事情 这样我自己会处理 还望雪兄多海寒 谢谢 卫花糕 好吃的卫花糕了 你怎么会跟他有说有笑的 你怎么和他有说有笑的 你怎么和他有说有笑的 怎么 你这样人家会伤心 好笑啊 你伤心关我屁事 因为我喜欢你 你喜欢我 我就不能喜欢别人 哪有这样的道理 蓝老板人帅戏好 能说会道 我喜欢他也很正常啊 我不甘心 咱俩不可能 你爹下命令杀了我哥 这仇解不开 我又没错 那小册子让方栋看见了 你老大不小的了 这么点事你都办不好 都是意外 什么意外 我看你全部都是借口 真是城市不足办事有人 好 方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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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灵灯 你看见方栋了吗 我不知道啊 我才来 姚子惊的事她已经知道了 快找找她吧 指不定在哪儿伤心呢 她还去河边散心 跟我来 哥 哥 你在看什么 你们来干吗 你们都知道了 戏台上演的都是真的 我可能这辈子都见不到紫禁了 不是的 哥 你别难过 我 这册子上的日记都是紫禁亲笔写的 跟过去道别 转世头胎 这跟死了有区别吗 要不 要不我们去找孔雪莉商量商量 她鬼点子多 也许她有办法呢 她有什么鬼点子 她早就有线索了 还是一点忙都帮不上 你就别生她的气了 我现在心很乱 能让我静一下吗 真像啊 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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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说 郑条 你这扮相还真挺棒 来 再来一个挨揍的媒婆 好 来 挨揍的 挨揍的 好 这个头 这个头 好 再来点 再来 再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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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就算你打我 我也会让你去相亲的 厉害 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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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啊 郑条 你做事业真是奇才了 再来一个杀人的媒婆 这 杀人哪 难 我 这 这 这个难 来个难哪 不是 不是 这 这 我 这 这 我不会呀这个 看来 这郑先生 这不打算给我 蓝某人面子了 没有没有没有 正乔 快点 别让蓝老板不高兴 爷爷爷爷 你 我求死你 怎么样 怎么样 吓死你了 下回来 下回来宝贝宝贝 行啊你 这两下子 郎老板 不错吧这个 我觉得比刚才那个打得要好 这个 这个 真厉害 还行吗这个 你是不是杀活人 大人 您别闹了 我怎么敢杀人哪 那你演的还真不错啊 尤其那几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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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啊 郑桥 还可以啊 谢谢大人 谢谢大人 就来了 来 喝喝喝 就知道喝 方冬那边出大事了 那个方冬不用担心 我知道怎么对付的 那你还喝 这是十恋酒 十恋酒 没办法 这就是天意 记得收钱 走了 洪雪丽 你 这个言而无信的家伙 你 挑拨我跟陈天官的关系是吧 你个卑鄙小人 你知道我有多惨吗 陈天官他不拿我当人 连个唱技的都雄我 我告诉你 今天你遇到我 算你倒霉 都给我散开 咱俩单跳 来 你散开 你不是他对手啊 你说什么 你也打不惯他呀 我 猴子头膽 身法不错啊 我还有绝招 黑虎透心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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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兔偷菜 最后是小鸡偷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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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你再给我讲个故事呗 行 你等我想想啊 孔大哥 你快过来坐 小莲娜 我跟你方大哥单独聊会儿 好 那我先走了 好 还生气呢 怎么像个小姑娘似的 没完没了了 差不多得了 我以后再也不瞒着你了 真的 你看我烧鸡都给你带来了 你看在烧鸡的份上 也应该原谅我了 我又不是吃火 是不是你错了 我错了 我太错了 老话说得好啊 天上下雨地上流 好兄弟打架不计仇 床头吵架床为何啊 你看在我们同生死 共患难的情分上 你就饶恕我吧 没文化 什么好兄弟 那是小两口 好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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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堪不计仇 甚至不不计仇 ain't啥 你还能不计仇 还不计仇 这实力呢 这个计仇 很浓 已经不计仇 要帮他 你不计仇 瞧 陈县长会不会生气呀 生不生气不重要 关键 看你怎么动 那如果是这样呢 这是多大的仇恨哪 非得要人家命 蓝老板 从最先开始吧 我都看出来了 你是看正乔不顺眼 处处刁难他 我呢 尊重你蓝老板 再加上 正乔前一段时间也不太听话 所以就陪着你一起玩一玩 真的要杀人吗 陈县长不舍得 就看你尚不尚道了 就看你尚不尚道了 大公子的道 不知道陈县长巧不巧得上 就看蓝老板 怎么帮我盘这个道 这不告诉你的原因有三 其一 原唇峰给张驴子的那本册子 我分辨不出真假 第二 原唇峰的目的我不清楚 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要害你 这第三 是因为你 那本册子上记录的事情过于凄惨 我怕你一时控制不住自己 其实我看得出来 我看得出来 子金以前也一直给我分享他写的文章 那本册子上的确是他的文缝跟字体 这么说你能确定那是真的了 之前事情一件件一件 但我一直想着旧子金的事情 如果册子是真的话 姚子金很可能已经余纳了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生药渐染 死药渐尸 假如 我说假如 我们找到了姚子金 可这一路上挫折磨难 你会不会嫌弃他 绝对不会嫌弃 我只会更加爱护和珍惜他 我发誓要用我余生所有的好 去弥补他曾经的痛苦 好 我没看错你 来 老板 起来了吗 来 老板 起来了吗 您起来了 什么事啊 是这样的 我呢 就是来看看你 顺便问个问题 说吧 来 老板 您看啊 自打您来了祥城 也不知道因为什么 处处为难我 这不 我今天来就是来请罪的 还请了老板 高抬归手啊 二十五年前 岳父戏班的巧姑 你全都忘了 你 你去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有些债 不管过了多少年 终究是要还的 明白了 那那裸巧姑是你什么人 她是我妈 我 看来这事 化解不了了 懂了 来老板保重 我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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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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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我 起 干 干什么去啊 我随便逛逛 捆大哥 我能拜托你一件事吗 说 最近他老是不回家 我怕他出什么事 好说 倩倩 回头调查一下 有件事想跟你打听打听 你还记得你妹妹 出世那天的情形吗 妹夫问过我很多次了 那天结婚人多 我又喝了很多酒 实在记不清了 没事 也不能怪你 好好休息吧 我送送你 不用了 你送你回去吧 这个大笨蛋 这么重要的事情居然记不住 结婚那么热闹 你能记住那些小事情吗 我也没结过婚 我怎么知道 要不你给我结一个呗 是 你怎么这个小眼睛 翻起白眼来也这么帅呀 真的吗 真的 雪兄 你们这是 蓝老板要教我唱戏 我也要去 你们都是雪兄的朋友 欢迎欢迎 那我们走啊 好 雪兄要不要一起 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 与你无关 那个 你们去吧 我又不等戏 那 我们走了 好 蓝老板 你怎么能这么帅 我也不想 还是要给别人留下火褥 女人啊 对 就是这样 明白了 海平 我们俩来一段 好 好 我也想看看老板一起跳就好 真是 四双木寒 我觉得呀 你天生就是一块好材料 养柳细腰修长的腿 天生啊 就是吃唱戏这口饭的 那我呢 你呀 脸还行 就是有点肥 不跟你们玩了 来 海萍 我跟你说啊 这一块呢 蓝老板 我有事找你一下 那我先走了 方不言 请坐 冒昧问一下 有一个问题 关于那天那场戏 这个嘛 我那天跟雪雄已经解释过了 这是一位乡村私塾的先生 给我的一个本子 我看着新奇就排了起来 具体发生了什么 实在不知道 戏本上的事情就不必纠结了 天下间本来就有很多巧合的事情 但最让我在意的是 你昨天头上那个簪花 是从哪儿得来的 这个嘛 我在北京唱戏的时候 一位戏迷送的 这位戏迷啊 本领高超 先锋道骨 不知道可否告诉我名字 你是雪兄的兄弟 也就是我的兄弟 没有什么好隐藏的 这个人他叫王道医 此话当真 没有必要说谎啊 不过 当时他身边有一位美丽的女子 这簪子啊 就是从这位女子头上摘下来的 你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吗 什么时候的事 生花 香花 都是嘴里的娇花 持着夸装什么小虾 我 登场 女法变唱吧 互家互卫本是一天平天大 wh ust u 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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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昌花起起扎扎 しし 哈哈哈哈 天下担得虚假 wh ust u 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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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戴著戈的扎 wh ust u 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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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落堂笑话 嗚呼呼呼 叨花叡叡叡叡� nå 天下一般的寿假 嗚呼呼 叡叡叡叡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